而三天的连续假期当中 玉里景分局为了维持玉里复里 浊西南区三乡镇的交通顺畅 9月9号到9月11号 依据辖内交通状况 针对易拥塞路段编排了交通疏导 还有测速机查 请民众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111年中秋节连续假期即将来临 总共有三天连续假期 玉里分局为了维持玉里复里 浊西南区三个乡镇的交通顺畅 从9月9号起到11号 依据辖内交通状况 针对易拥塞路段编排交通疏导 以及测速机查 本分局为了维护辖区的交通秩序 以及安全 都将编排同人在相关的重要路口 紧紧交通疏导 以及违规取一等工作 那今日中秋节 目前整体辖区的整体车流量都顺畅 那也提醒游客 在行经相关笔直道路的时候 请务必注意自身速度 避免车速过快造成事故 为了防止游客车速过快 在廉价持续编排测速作为 另外9月起是全国交通安全月 这个月份 玉里分局为了促进路口安全 也加强执法的工作 玉里分局分局长温基辛呼吁 民众应要警戒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的口诀 中秋三天廉价 返乡过节的民众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 记者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